雷射检测技术或许将成为破解丛林中 这条古玛雅道路神秘面纱的重要工具 考古学家使用雷射扫描 绘制出13世纪前建造长100公里的古玛雅公路地图 考古学家表示 强大的城市、国家、科巴 当时可能为了要入侵邻国亚苏纳 而建造了道路 这项研究发表在考古科学杂志上 迈阿密大学在新闻稿中表示 这项研究使用光学雷达技术BLIDER 穿透茂密的丛林植物 并揭露了下方的遗迹 这是种光学摇杆技术 透过向目标照射一束光 通常是一束脉冲雷射 来测量目标的距离等参数 他们也用LIDER调查 绘制出道路 并在道路上发现8000座建筑物 这些建筑有各种大小 他们的总体积可容纳2900个奥运规模的游泳池 新闻稿中引用大学教授Tracy Ardren的话说 这条路并没有像预期的一样是直的 科巴的武士女王Carville Agile 可能下令建造弯曲的路 以控制尤卡坦半岛 并攻打亚苏纳 Ardren同时也是研究的共同作者 他说玛雅公路是一项工程奇迹 这条路用巨大的石灰岩巨石填补不平坦的地面 再使用白色灰泥制作路面 类似罗马的混凝土 这条路被命名为Sagby 这个名字是源自于玛雅语的白色道路 这条路被命名为Sagby 这条路被命名为Sagby